国民党团总召付昆奇 一行人拜会大陆文旅部 由副部长饶泉出面接待 在双方开场白致辞后 饶泉主动宣布重要消息 为进一步加强两岸旅游业界联系与互动 将率先恢复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 并在平潭到台湾的海上客运直航 复航后恢复福建居民赴台团队旅游 陆方先抛出了运意逐步开放 但前提是平潭到台湾的海上客运 迅恢复直航 两岸旅游逐步开放的大门才有可能打开 从平潭到台湾的这个海运 这个海运的话呢 它一次可以有700的乘客 那这个就是海峡号往返的船次呢 其实是蛮大量是蛮大的 如果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平潭到台中港的这个航线呢 能够重新的把它来打开 这个当然也是希望说 这两方的这个政府呢 都能够相相而行 目前马祖旅馆民宿的房间数 共1471间 若能先从以此为两岸观光的起点 在全满房的情况下 保守估计光是旅客每日产值 就能替马祖带来850万的观光财 不止两岸观光期待恢复 台湾农游业也需要解禁 让傅昆旗也赶往大陆海关总署 对于我们百工百业的这些产品 尤其我们农有的 鱼有的这些农艺产品 都希望能够顺利的行销到大陆来 替台湾农游业发声 与此同时 大陆国家移民管理局也宣布 从5月6号起往来台湾通行证可上网补办 北京等20个城市将先试行 替两岸往来增添更多便利性 记者李希腺配与北京采访报道